等一下 我知道你或許看影片看到一半 或許你剛開始要看一個影片 不管怎麼樣 我在這裡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就是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國家需要保護 需要正確的價值觀 而且最好保護家庭跟信仰的 就是聖經本身 如果你想更了解聖經 而且你想更認識聖經的話 你可以跟 迦南美帝旅遊公司去一趟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迦南美帝旅遊公司是唯一的一家旅遊公司 只做聖地旅遊的 由以色列當地專業的導遊 來按照聖經的真理來去介紹 解說每一個去的景點 而且去住的 酒店跟餐廳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地方 環境好 乾淨衛生 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說 打過疫苗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千載南風的機會 因為以前你如果去過以色列的話 你真是人擠人 你要去哭牆那邊摸一下 在你的禱告在牆封裡面都非常的困難 現在因為以色列政府的關係 幾乎完全不需要排隊 意思就是 參觀的時間變多了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 照相 開心的時間變得更充實 所以現在就打電話給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 Wendy或是 Pamela 1877 737 9937 參加他們4月的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14天的團 世界若有10分美 9分就在耶路撒冷 走進以色列 聖經將活生真的呈現在你的面前 螢幕上方也有所有跟他們聯絡的方式 歡迎跟他們聯絡 打電話的時候你只要說 我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這個好消息很重要吧 現在就趕快去打電話 機會難得 非常感謝大家的祷告 因為真的是在慶祖之前 我們說實話真的不知道對錯 真的不知道對錯 沒有辦法去分辨 那個時候我們家裡的人還吵架 就是因為一些觀點 比如說我當時可能20多歲了 那你知道現在社會流行的風氣 就是婚前那些事 對吧 比如說這倆人談戀愛的時候就可以住在一起 怎麼可能 那你說這樣的事情 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講 不是什麼問題 對啦都是已經非常平常的事情 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有年輕人說你如果要睡覺 你就得跟神配給你的那個人睡覺 不結婚不行 這何止是會被笑 你會被群工嗎 所以這種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在我們的社會中流傳 是不是應該要讓我們的年輕人知道 我們的這些基本的道德價值觀到底從哪裡來 因為我們不能看法律 法律沒規定你呀 你你啊幹嘛就幹嘛對吧 對吧 所以很多人現在是把法律當成一個道德的一個標準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薩旦正在分裂我們的學校 那其中有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批判性的 種族理論啊 那批判性種族理論呢 它就是英文的縮寫簡稱就叫CRT嘛 那它說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它其實在這裡說呀 就是有一個結構性的種族主義現在在美國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白人男性基督徒的話 那你這整個人就是在美國 你不是所有事情的罪魂禍首嗎 一切的事全部都灰到這群人的身上 不管我們看到黑群灰的打壓槍 不管我們看到女權主義 然後挺落胎 所有的一切他們把這個罪魁禍首 全部都是灰在這一類人群的上面啊 他們要讓這些人呢 有什麼有非常羞恥的感覺 就是你只要生下來你都是一個錯誤 只要你生下來 你就是已經在壓迫一個人 你哪怕啥也沒幹 你就在那站著 你也是已經對這個所有的人都壓迫了 所以他們要形成一個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整個的社會 是一個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 在主導的社會 那白人是壓迫者 有色人種是被壓迫者 那麼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華人移民到美國這麼多年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謊言啊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很多 哪怕波士頓的社長是華人 如果他們真的是有提示有色人種的話 一個華人的女生 那個女生叫吳米啊 她怎麼可能會被大家高票投出當成波士頓的市長 那個女生是百分之六十多的票當選的 其他的另外一個青春都只有百分之三十多的票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 如果他們說的話 那應該所有有錢人或者所有大國人全部都是白人彈性才對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這個社會是給我們一個 每個人都有一個非常公平的一個機會 說真的這個CRT的Critical Race Theory 並不是一個很新的一個東西 在196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Civil Pride Movement的時候 其實他們黑人是講的同一套 對 那時候有一個故事是一個女的 她因為她被她的老闆開除了 然後她就進去拿槍 打死了這個她的老闆 開始報道 然後黑人的人權組織跑出來說 She didn't pull the trigger Racism pulled the trigger 就是她一切東西都在騙她 已經殺人了 那個人已經死了 那個人家人已經毀滅了 但是他們要把這個東西 怪到Racism上面 就是說Racism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理由 變成一個很可怕的一個東西 就是只要我不喜歡什麼東西 我就把它叫做Racist就可以了 Racist可以解決任何的事情 Racist就是一個 任何事情的介紹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要是看到 尤其是了解中國大陸軍事的人 大家應該都知道 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重要 為什麼這個東西在學校裡面教導 我們要非常非常的警醒 因為這個批判性的主族理論 跟馬克思階級鬥爭的學說是一模一樣 同一套起步出來的文化 非常簡單的理解 如果我們把白人換成地主資本家 把有色人種換成無產階級 把種族主義換成階級壓迫 那麼批判性種族理論 它就是在產生一個階級鬥爭 就是同樣的東西 照搬過來 只不過把那個人給換了 然後把理由給換了一下而已 所以呢 這種種族鬥爭如何繼續下去的話 就會開始要像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一樣 我們可以聞到一些味道嗎 這種東西需要年年搞月月搞 才能夠實現種族平等 那針對平等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知道 現在最近這個民校 大家都想去的哈佛 現在已經被人告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錄取學生已經活按照分證順子了 你考了再高分 你是亞洲學生 我不要了 因為你亞洲學生在這個學校 在這個國家裡面人口占比少 你考的再高分 對不起我不要了 我們要分低的 我們可能比如說給你的話 我們分數現在這麼高 給他們的話我們分數現在低 因為我們要實現平等 你不能學校裡亞洲學生好 你就全都是亞洲學生下來 我們要一些黑人 我們要一些這個西語役等等等等 這種東西已經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一個公平 如果你對它來說不公平 我們是要吸收頂尖的人才 來到大學裡面 這就是分出現在一個同樣標準 你不能按照膚色去分 這樣就是不公平 而且這不只是不公平 他們沒辦法低的時候 他們學費還是要顧 他們不但沒有拿到紋理 他們只能說我跟西教阿比亞 是Farber Dropbox 什麼之類的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他們沒有會不會給幫助 反而造成他們心理很大的影響 大家獨哈勃的都開大公司 但是只有他們沒有 反而造成了他們更多的傷害 所以說critical race theory 還有整個affirmative action 其實是一個非常種族歧視 而且造成更多傷害與多的事情 比如黑人或者西語 他們從哈勃畢業出來之後 他很努力 經過自己的很多努力 然後他貸款去做事業的話 他好多人也畢業了 畢業的時候他就找工作 人家說 這人當時就是Ferr D進去的 他是因為膚色進去的 他更不是因為公平靠去的 所以你把這個人所有負責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因為他的膚色給他完全控制的 所以這個東西聽起來是平等 但是我們要明白 這個東西是完全是一個不得的 那現在所有的這些很極端的思想 在學校裡面完全出來了 有一個在亞利桑那州大學的圖書館裡邊 他們有一個多元環境區 哪叫多元環境區呢 就是有個圖書館 他們不管地區就要多人環境 有兩個白人男生在那裡學習 結果卻要被人感動 為啥呢 因為他們是白人 他們的膚色不夠多人 而且因為他的電腦上面 貼了我支持警察這樣的貼紙 那我們下面就來看一看 看去趕他的人到底是怎麼說的呢 《Police Lives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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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single part of the campus centers you this is the only space that you're not centered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center yourself which is peak white cis male bulls**t you are racist, your sticker is racist, because police, that's a job, you can choose to be a police, I don't choose to be black okay, you can choose to be a cop, you can choose to kill people with a badge, and you're protecting that shit which means that you're racist I'm sorry, I wasn't trying to offend you guys I know, I know, but this offends us automatically because these people kill people like me and like us, right? so you're promoting our murderers, so please just don't do that thank you, thank you because, do you understand that police lives matter was in response to black lives matter I paid the same fucking tuition as you yeah, that's fine, and you have everywhere I'm working 60 hours a week while going to school because my parents don't just give me money but, okay, it doesn't matter, you have a second floor my skin doesn't matter to me, or you, I don't care about what color your skin is so, you can't get out of here if you're gonna be yelling at peopl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we made this fucking space we have to work for five years to make this space yes we did, we worked for five years for ASU to build our multicultural space yeah, this was a white supremacist, like, narrative we're not like police, police lives police lives matter yeah, it is, yes it is yeah, it's affiliated with white nationalists it is they're just sitting here to study and you guys went out of your way to inconvenience it yeah, because this is our space we fought for this shit for five years, since 2016 you have no idea about the labor that was created to create this space and his no, we can't, you're violent, dude yeah, fuck America, bro America was created on genocide and slavery look at his face obviously never that is the point that is the yeah, and the point is that study this is not this is not a space just for studying this is a space for multiculturalism we're going to kill black people we need to defund and defund you're going to kick us out so, no, now we're saying so you're not getting you're not getting homework done you guys are going to be so we're not getting homework done you're making people feel uncomfortable so can you go it's just that simple people are feeling uncomfortable by your sticker just like if I had a oh, this is something I hate white people thing on that's the same thing as police lives matter so if you're making people uncomfortable you can go seriously, I was just studying I pay the same fucking tuition this is this white man telling black people fuck you you don't buy this building cussing out black people you just proved yourself I don't care what do you work for? you can't get this out of here I can totally shut the fuck up because you're making me feel unsafe in this space there's no such white people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reverse racism so have fun you are unaware of history I probably have a further degree than any of you try PSU so anyways we're here we had to we had to protect the space because ASU wasn't and you know like we we fought for this space it was years of organizing and we're not gonna just let some white supremacist change that it's very scary it's so scary if you remember in the past in the past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don't want to do that's what they're do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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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ing the species to determine and to do this but they're doing if we want to color if we want to color color if we don't see the color we're doing not just the people that are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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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we're going to that you're up to for the next 它会发生在所有地方各种各样,你在饭店里面,你在公交车或者是你去干嘛,你可能坐在那里,你只是想喝一杯他们,或者开着机,你就会被人干涉,为啥呢?亚洲人也很难信给人,因为他们觉得亚洲人跟白人是差不多的,亚洲人是精灵,所以可能以后出去,比如说我们是亚洲人,我们身上穿着衣服,说我们是Pro-God,我们是Pro-Policeman,可能你这样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好? 好,那除了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东西,说实话,意识形态这个东西真的厉害,真的太厉害,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洗脑的东西人的手段,那除了这个之外,我都可以看到性别合乱的教育人,世界上呢,到底有多少种性别呢? 性别是根据身体结构来划分的,还是根据思想意念来划分的呢? 如果我的身体是一个女生,我睡觉起来,我不是女的呀,我是男的,这个到底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还是我的心理出了问题?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他们现在呢,就能为这个系统创造了语言,那些语言都是很难发音的,然后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词号来代表,就是说男的,女的,是什么,这个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啊,如果大家上网去找,有100多种,这种东西呢,我们不熟悉, 但是现在在上学的孩子,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这个是每天他们热络讨论的话题,如果顺便要是有人是同性恋,他们就觉得,哦,好棒哦,你们好勇敢,你们敢讲出你们自己的性向,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呃,称赞的事情啊,就变成了是这样,好,那下面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典型啊,大家来猜猜,哪一个是男生,哪一个是女生? 怎么都沉默了呢 猜猜,有人要举手护打吗?举手护打都给一个正义的味道给大家 Annette 了吗? 两个都是男生吧,两个都是男生是不是,为什么两个都,liches? 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呢,为什么两个都是男人? 都有胡子 这个就是让人讨论的地方 都有胡子 我们就觉得男的就是得有胡子 像你每天早上刮胡子 大家男生每天早上刮胡子 是不是两个都有胡子的男生 就是男生好 答案现在来揭晓 这两个人里面只有他是男生 左边的照片 就是他以前的时候 然后右边这个照片就是他现在的时候 来到我们再看看 我先这样考虑 就是他为什么当晚真的时候胡瓜胡子 然后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之后 在那里面就流出来了 通常感觉好像脸上很多东西 头发又长 然后不如多的感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为啥是女生 其实也是让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了 如果大家要仔细看 如果这个肯定会够清楚吗 大家可以看到 胸部下面有两个花 他是女生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打了药网 他打了激醋 这个 现在这个药网还真是挺厉害的 你说给女生打完激醋 胡子都能长回来了 如果要是在一幕上 他还听说 胸部下面有两个线 我也是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我才知道 噢 原来他是女的 因为他做过这样的情侣 成功的手作 所以是不是 这样让人看来之后 就哪怕我们 呃 不是说经历的话 我们要在评识上 我们看到这种 也会让人想去 就是说为什么 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不是女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 好像像雌雄同体一样 或者是 为什么要 这样去做 如果我们要是说 从属灵来找不敢看的话 他们是完全 否认破坏神的一个创造 因为神创造的神 明明就是创造了 男人和女人 而且两者在生理上面 是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他们把 现在把多多 男生 他只要去寻补做一个手术 他就可以 他这个神明 就是上半公相 像女的下半公相反的 一切的东西 都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出现 那这个是我们 现在在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祖坏会这么坚持 在性别上面搞的 就是因为 这个是神 做的基本上是前几件事情 然后 他如果说可以把这个东西颠倒 他如果可以破坏这个东西的话 他可以破坏这个定律的话 他可以破坏这个常识的话 那任何东西他都可以改变 所以说左派对于性别 为什么我们会一天到晚讲性 以前我们讲到性的时候 是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在学校里跟大家说 我今天几次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但是现在变成这个样的东西 这样就变成一个骄傲 这就是他们的努力 他们就是要你自从不要脸的 去公开的讲这些东西 逼着大家拍手 你不拍手的话 你讲一群小孩子 然后呢老师说 哦 他说他是女生呢 其他小孩拍手好不好 其他小孩跟着拍手 这样就变成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 其他奇妙的东西 所以说对性别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说就是 要给他们的自由 或者是怎样 我们如果说要的话 我们就要给知道正确的尝试 还有正确的价值 放在小孩的身上 我们不能再让小孩 对这样子的老师来参叹 对 所以就是真的需要自民的小孩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有很多在学校里面的老师 他们自己就是LGBTQ的成员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进步的 他们认为说你们这些小孩在家里面 尤其是你们家是基督教的 你们被这种东西挟制住了 你们被那一本什么不知道几千年的破破烂烂的书 你们给挟制住了 你们要跟上现在社会这样一个进步 所以他们也向传教传 他们甚至传教传的比基督徒更加的热心 他们要把他们所有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他们要把一切要见到的东西全部跟 小孩子来讲 不管是说你年纪很小的小孩 还是小学出风高中 要让他们知道 要让他们了解 现在这样的人在大学里面 你就别说大学了 我们这样的年纪 比较少认为这方面有多少 是非常认同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一个视频 在高中里面 一个老师跟他的学生出柜 出柜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是不是正常的性取向 也就是说我不是喜欢男生 我出柜了 那我们下面来看看 这个老师在学校里面 跟他们存在什么时候 我平时又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出柜了 I am Ms.Watsi and I am So I wanted to inform you that I am coming out as a lesbian today I am Ms.Watsi and I am I am coming out as a Laidala Bean What does that mean? A Laidala Bean is a lesbian If you are not on TikTok So this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stopped Because these kids 尤其是 when I was young Or when I was 20 I didn't do that I didn't do that I think that I had to connect to the society I didn't do that I didn't do that I knew that Oh! This thing is wrong I broke down I don't know why I were wrong I have all the people I can ask them to take the話 And we all have to do the work I am so great I am a sophisticated Ans this is the spiritual I can see some of you I am a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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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是错已经不分明 主要特别主要 场馆这个教育的这些人们 主要认为他们的传讲 现代的比较先进的想法 而把错误的想法带到孩子们的心中的时候 主要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来奉行 主要我们要来向你认罪悔改 主要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已经把教育这个的主导权拱出去了 主要已经让那些 主要不敬畏神的人掌管了 主要求你施恩怜悯 主要求你再一次的 主要让基督徒能够起来祷告 并且主要透过这个school choice 透过这些主要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主要你让我们能够弹解起来 让我们能够发出声音来 主要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接受正确的教育 他们要接受正确的理念 主要要再次回到圣经的理念的理念 主要我们要仰望你 求祝你亲自来工作 主要求你也把那分辨的理念放在每一个小孩子的里面 家庭必要给每一个父母亲 让我们能够在家庭的理念能够先有好的教育 也让教育能够站出来 能够好好的把正经的真理能够讲出来 主要是的我们好像一个礼拜只要讲一次 比不上一天比讲八次的这些老师们 主要求你自己顺恩怜悯 圣灵大大的工作 让我们在你面前把这个祷告累积累积累积 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也相信主你必在人的心中动彩风 那你圣灵工作的时候 主要好像一上那时间 所有的人都行贵行不过来 因此主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 能够继续做那奇妙的事 主要你兴起教会 你兴起基督徒爱主的父母亲站立起来 主要兴起 主要是人家真的是秉持圣经真理 而愿意在参与教育的里面的 这些正职的人 把他兴起来 主要求你再次在教育的顶三头 翻转翻转 把这个主要敬畏神的真理 再次放在这个当中 谢谢主 求你坚定每一个老师 现在在学校的里面教育的 主要当他们在 要教导正确的这些价值观 跟奥底伦额伦理 正理的时候 主要他们可能面对许多的排挤 他们可能甚至面对逼迫 主要你特别的华护这些老师们 加骗他们的力量 主要你与他们同在 主要再次求你的圣灵 能够就在这一下一代 在孩子们的心中工作 主要你自己来亲自触摸他们 让他们里面有一个良知 让他们里面自己本身 就能够深深的感觉 现在的教育的里面 Something wrong 出错了 也已经不对了 他们自己本身能够领受 聪明而来的正确的教导 谢谢你赞美 求你垂定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 圣灵祈求 阿们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 社区活动消息 老友伙伴们 敬祝大家新年萌福 我是周一方牧师 怎么 认不出是我了 30年前 我长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至于现在嘛 那就别提了 今天我在这里 要向大家报告的是 我们将于2022年2月中旬 举办一个别开生命 前所未见的线上虚拟众议活动 名称定为 神奇春晚迎家节 因为不久就将迎来三个家节 就是春节 云霄节 和情人节 当此氛围 我们希望同胞们 无论是身处冰天雪地 或是疫情家居 是教会团体 还是小组团器 都可以借着这个晚会 在网上和亲友们一同观赏 内容报告有 虚拟剧场 原创新歌 成是云荡成松的 他并没有退却我的道路 仿真人物 大家好 我是何导师的市长 秦振国 我是王维中牧师 大家好 我是刘萨伦 大家好 我是歌手 音乐制作人 香海 Avatar 动感进舞 放下手里忙不完的事情啊 尽情尽情尽一尽力 挨住我的身 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本活动截至目前 已经获得20个企业团体 及教会的机构 支持赞助 欢迎教会团体 或是公司行号 一同共襄盛举哦 联络资讯 请见以下 祝大家 佳节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